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新闻时时报 我是梁燕 英国首相梅伊14日抵达布鲁塞尔 出席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 他在周五稍早表示 英国脱欧谈判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德国首相梅克尔则向记者表示 已经向梅伊提出不错的建议 预计明天会有一定的进展 美国首相梅克尔 但當然還有很多項目 要解決時間 我們明天會討論 在為期兩天的歐盟峰會上 各國領導人還討論到 歐盟是否應該強制實施難民配額 以便順應成千上萬 湧入義大利和希臘的難民們 捷克 匈牙利 波蘭 以及斯洛伐克則宣布 他們計劃斥資3500萬歐元 來加強歐盟邊界 這幾個國家因為拒絕難民配額 而被受壓力 以上為今天的時時報 我們下期再會 進入大電腦 進入大電腦 再 última期間 進入大電腦